2023年的科學回憶錄 我們去年年底的時候 講了Richard Feynman 當然Richard Feynman 就不止15分鐘不少的 他有幾本書很厲害的 有一本的Surely you are joking Mr. Feynman 你看我們講他的好事 我都是很多人從那個看回來的 整本書我看了不止一次 是嗎? 他寫的其實也挺風趣的 他很典型的那種美國人那種持風口吻 另外學術上他自己本身做的那些講義 都被人結集成書 叫Findman Lectures 所以我們今天會講一點Findman Lectures of Physics 因為很多年前我在某書店的時候是見過中文版的 但是我不知道 看那本書 這個Findman Lectures on Physics是難還是不難的 這個我想我們私底下才問你 但是大家現在看到這套鼓叫Banjo 就是蘇富比拿來拍賣的 為什麼拿來拍賣呢? 就是這個Richard Feynman 他公余有很多的嗜好 應該會列出一點點 其中一個就是喜歡打鼓 這個打鼓竟然現在在YouTube上面 是看到他打鼓的時候那個神態的 在這個Patreon上我們就播出來了 就是作為一個物理學家或者科學家 其實他們是不想表現他們自己有很多方面的才華呢? 其實看人而已 這個人 當然Findman 本身那個人應該都有些表演慾了 就是他典型是一個很美國牛仔性格的那些人來的 是的 還有他跟另外一位的 同一個Department的人的教授 Marie Gellman 大家同一個是猶太裔 但是兩個很不對 我們兩個經常吵架 不知道為什麼 Gellman好像還沒死的 還沒啊 百多的了 他有一百歲 他罵他 兩個都是猶太裔的 那Findman就說 你的名字 遲些人都忘記了你那個hyphen 我不馬上兩個人去咬這麼無聊的東西 就是這個很有趣的 這個在說他們 無論Findman 或Gellman 他們在那個最大放異彩的那個年代 都是去到這個60年代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他們都笑了一個比較年輕 他就拿了諾貝爾獎 很早就很有很大的名氣 而且他們研究那個 那邊的路向 那種理論和理論的路向 其實很相近 所以他們可以說 又是一個互相參考的對象 也是一個有少許競爭對手 大家都厲害的 是 大家厲害的 OK 我們講那個 他那個費爾曼的物理學的lecture之前 就講講他這個人的那個性格 其實他在 上次我們沒有講 他在一個萬一的計劃的時候 其實他和他第一個太太是相當之好的 很可惜他第一個太太就費勞 進了那個脊椎裡 所以在他做馬克頓教 他還未成名的時候 他太太就在醫院病危 他收到電話之後 他駕車去看他 連續的車是要換了三次胎 胎是flat了 但很奇怪 自此之後呢 他對女性的態度有所改變了 那個第一任妻子那個病逝對他的精神是有影響的 但他就說他當一次他看到那些人扔飛碟的時候 那個飛碟的旋轉那個角度 令他重新 想起他研究的項目 有什麼啟發 令他重現那個 對物理學那個非常好奇的一個動力 這個故事很有趣的 這條我都有看過 大家都知道 你就算扔飛碟 那個飛碟就不只是一個平面的一路轉去飛去你那裡的 就是你也知道怎樣拉西 令到他可以彎弄他 但是你知道你扔得不領的時候 他本身是一路鎮著 就好像一種叫做一種precession 那種 就好像另一個陀螺 陀螺有時候就不是很穩定地轉的時候 他一路都會是 除了自己在那裡自轉 整個自己也都 都會再有一個小公鑽在那裡的 那樣 就是這種這樣的現象在你扔飛碟的時候一直都有的 那他沒有的 純粹就是見到這件事情自己就 也都不是為了有用無用的 無聊就拿了手在那裡算一下 算一下 算了一大堆 然後呢 他那個時候也都沒有什麼很重要的偉大的東西在想著 先前想到的東西 又好像沒有什麼進展 接著他的同事還在那裡笑 做這件事幹什麼 這些東西都解散 簡單的物理 那些叫做經典世界物理的東西 都解散 你還做來幹什麼 這些內容給 即是我們出功課給那些學生玩就行了 那跟你研究沒有關係 反而就是在他做那個量子電動力學那個理論發展的時候 就沒有想到原來這些東西竟然是可以放進他那套量子理論裡 來去有一個的 即是有一個作用在那裡 這個他就是在他回憶表彈的時候 他覺得是一個很意外驚喜來的 他自己的發言 想不到是一個 那段期間 認為這麼無聊 自己都不會想像認為那樣東西有用的情況之下 竟然那樣東西是有用的 還挺有用的 就是還可以幫他建立一個挺好的理論 那如果你看回廢萬去想過的很多不同的納納雜集的idea 其實都有一些真是沒有用的理論在背後的 也都今天沒有什麼人在follow up的 其中有一樣是跟那些電磁波理論有關的那些 他也是 我連那個人看過一次 我自己都不太好再記得的 那又是被人擺下了沒有用的 但是如果講到他在量子電動力學 他自己最拿獎的研究 甚至乎有些他自己想過出來 但是自己沒有再認真做 但他純粹有份想過出來的那些 講量子電腦的那些東西 那現在今天就大降異彩了 另外有一些也都在理論層面研究 非常喜歡用到那些finding path integral 就是那個廢萬路徑積分 那些這樣的在那個物理研究的手段 又原來今天在研究裡面 那些在凝聚態物理裡面 都經常用這些東西的 所以他都叫做在 他那個的財力發展 不只是很單一在那方面 就是他正因為量子電動力學 而拿這個諾貝爾物理學獎 不代表他的貢獻只是在這裡 是啊 這個人多姿多彩 其中一樣他對女性的態度之後的改變 就是他非常喜歡看絕衣服的 所以就是 我不知道他能夠教他 我一開始都喜歡看的 你不要理他是不是和第一任老婆那個死有關 總之他就很喜歡看絕衣服 甚至後來他死了之後也都說了 他有召妓的 但是這個我們不是我們那個主要法律 我反而想問就是 他那個廢文的lecture on physics 這個物理學的講座 他那個就是在一個通俗的講座 還是環節一些比較深的課程來的 在這裡舉個例子 這個就真的和我自己和我的師弟 老師的見聞和經驗很有關 如果你去任何訂書的地方 你不要想著找一個lecture 買回來可以放在書架裡做裝飾 裝飾東西是挺好的 挺好看的 顏色挺漂亮的 但是你打開裡面的東西我就會認為 他不是一個初階入門的武力比例來的 就是他本身這件事他不是寫給一個最年輕的year one看的 但是他也都會預期就是說 他自己在加州理工教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就預了你year one 我說你year one year two year three 他都是這樣教的 甚至乎是中大 我記得是我自己畢業之後 有一位老師回來和我說 他們就很想培養一班 搞一班精英班 於是這班精英班 在去一個比較低廉班的時候 就已經除了一些普通的教科書之外 就給他們開多科教他們看了一班的教科書 就用一班教科書來做教材教他們 但是他們在法國教得很辛苦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被吸 你當然希望第一床練完上第二床 像乾坤大羅兒一樣 由錢入深 你預算就是層數越高越難練 這個很正常 起碼你很清楚就是深龍錢已經排列好 挪練好給你 哪些搞得好就只有年班 搞不定高年班你才再尊嚴 但是Final Natural這個壞的地步就是 它可以用一個普通 一個一年班的概念 它可以幫你用三四年班的概念來演繹一次 然後這個情況不止一次出現 它是將我們傳統的武林秘符所謂的低層高層的東西 全部是打亂了 你看到在這個Final Natural裡面沒有這種的建構 它當然有它一個邏輯的次序在那裡 但是它用起這些東西上來的時候 它突然之間在一個這麼基本 可能一個體力很基本的概念那裡 它給出一個解釋 裡面是用了一些很高年班的概念 或者反過來 一個好像看起來很艱深的概念 突然之間用一年班的很簡單的解釋來這樣互相穿插 那些東西 你可以想像得到 它不是一層一層堆在它 是全部通了 打通了奇經百物的一本武林秘符來的 所以我會說用武林秘符 我挺喜歡用武林秘符來比喻Final Natural 就是它們是 你本身那個經脈是通的時候 你一看武林秘符 你就很容易成為高手了 但是如果本身你的思路還沒想通的話 誤性不夠高的時候 你去亂看這個Final Natural 你很容易走火有魔的 那你自己有沒有說過看? 我慶幸的是我一、二、三年班的時候 我是沒有看的 我自己沒有看的 其實我自己是從七年還沒入大學 我知道已經有這套這樣的書 我一會忍著沒有去買 但是到了我自己真的去到研究院的時候 我也沒有買 我現在也沒有買 但是我才在學校拿出來看 我發覺看完我就覺得 原來有得這麼想 通了那些東西 我以前以為這個義力學的概念 我以為只是義力學的書才出現 我怎知道原來它用一個很基本的統計學 和一個概率的概念 就給我解釋到為什麼有這樣的factor 在這條式裡面 就是這樣就呼應了 阿菲雲他自己說過就是 你怎麼告訴別人這個東西是通的呢 你能夠用七種不同的方法去演繹它出來 去證明它出來 其實它在說七是一個虛數來的 其實它在說你能夠想到越多的不同的方法 去印證這件事 那就代表著你對這門學問是通的了 就是譬如很簡單 這個我們會見到牛頓那條萬有引力公式 和這個電磁殼裡面那些這樣的互相吸引牌 那條式是很像的 那次不然你就會想到會不會背後的學問都有一個同源呢? OK? 現在大家都沒有解決到這個問題的 就是那個統一場論 你怎麼將電磁殼和這個引力論去統合在一起 現在還沒有想到的 但是我們很相信就是你如果想到 你看到背後為什麼會是一樣的 有沒有一個更加高層次的理論來解釋這些東西呢? 那你就是大師了 你會發覺在那個廢萬的講義裡面的演繹 它是充分地去表現到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是它自己的才華來的 你如果找其他的老師去出這些講義呢 它就一步步 由第一層第二層 那一路就甚至乎去看其他的 去看回以前自己小時候看的那本的教科書 來和你逐層砌上去 偶依的一本 厲害一點的 國觀點高一點的 那它可能就是用了第二的角度 但是都是由錢入心的去寫 譬如你說說量子力學的教科書 我們自己和物理本科的人 我們都說得出有哪幾本是最基本功 最入門的幾本 最容易看是哪一本 由錢入心得最容易 最適合二年級的人去看的是哪一本 有哪一本就是你已經練成了前面那幾本秘符看完之後 你想再練心一重的你去看哪一本 然後往往Final Lecture是放到最後的 你不要只看量子力學 你最好將你的統計力學 凝聚態物理學 電磁學 全部都讀通了之後 你認為自己已經有一個研究院的程度 你去看Final Lecture 你就會覺得就不會走火入波了 那些東西就會通了 那你就甚至你懂得欣賞裡面的那種奇妙在這裡 如果不是你純粹跟它自己推一次 你自己都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情的 那些東西是水火壓背的 所以我會認為這個Final Lecture這本奇書 也都反映到它自己 表現到它自己的才華之餘 也都很表達到一個真是能夠讀 不是讀死書讀通這些書的人 它可以將那個學問怎樣去了解 那這個風格 我想到現在都是絕學來的 有這麼說 又不止它一個是這樣的 就是你如果問我呢 寫得物理學的教科書最瘋的那個人 供應最瘋的人不是Final Lecture 是蘇聯的那個Landau 那那位人兄就是 他怎樣呢 我會認為 人家會將第一重秘笈 第二重秘笈 第三重秘笈 第四重秘笈 寫上去 Landau寫出來都是由第三點五重才開始寫上去的 你下面你本身沒有最基本的根底你要根底很辛苦的 那些書寫得很深 但是那些東西寫得很深 那個觀點很高 就是因為它一直是雲端的書 但是對於這些書來說也好 你都叫做 看雲 練成了最基本 找些錢的書看完之後再看它 你是沒問題的 但是Final Lecture那些難的難在就是 它就是把這些全部在中間打通了 打亂了那些書 所以Final Lecture那些書是難看的 那這裡又要講回 當年中大想搞那個精英班 教學生一年班就看Final Lecture那些 那聽當時 一位以前的老師說 效果就一般 就是你都可以教他們看得明白一些東西的 但是明白了之後 他能不能夠真的從那些東西 獲益練那些東西出來呢 又言之上做了 好 那Lev Lander 可能我們將來要找一次機會說Final Lecture 因為偉弗發現了這件事 原來有人想拍一套關於他的電影 很長的 不知道我忘記是紀錄片還是電影 半紀錄片 而香港的 不要說香港 就是我們著名的邱誠和教授竟然有份擔綱演出的這件事 這麼有趣 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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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先碰個關子 因為這個Lev Lander Lev Lander 又是一個很厲害很厲害的 我覺得只是說 如果我介紹他就說他拿了諾貝爾獎 我覺得都是無辱了他的 他的成就遠不止於 拿了諾貝爾獎那麼簡單 是啊 是啊 就是蘇聯的 前蘇聯的第一線的文化學家來的 我們將來也講一講這個鐵幕國家裏面那些 非常非常厲害的文化 你講的薩克羅夫有一段時間講的 你講這些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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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講幾句話 要不然就天光都收不到工了 是啊 是啊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就休息兩個禮拜 連帶陳雷仁博士都爭取時間休息了 是啊 是啊 因為我自己都剛剛開學有事忙了 我們應該都是一月靠後的時間 我們才恢復了 這段時間就祝定大家的新力新年愉快啦 也都希望大家接下來都過了年初一 我們應該這樣算啦 我們起碼都初四初五才啟示了 初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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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公賀成新氣先啦 祝大家貴某年 年年進步 事事與意 OK 我們下一次節目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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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留言和按鈴鐺啊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